今天我们来谈一个真正高能的话题 中医 最近这个话题又达到了高峰 因为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功能中 中期医病重成为了一大特色 佟小林院士说 由政府签访文件大面积发放汤药救治病人 这可能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其实我很清楚中医是一个著名的绝交话题 跟转基因 气候变化 核电 一致特朗普并列 许多群都因此炸掉了 而在所有的绝交话题中 中医可能又是最资深的一个 所以请允许我先顶上一个锅盖 在我的朋友中对中医是各种观点的都有 从铁杆支持者到铁杆反对者都不少 甚至还有自己独创一套理论的 这完全不影响我跟他们的友谊 希望下面我作为医学外行谈的这些浅见 也不影响大家跟我的友谊 首先对于在新冠防治中大规模使用中医药 我怎么看 基本的回答是这是好事 即使是安慰剂也应该尽快用上 安慰剂的作用是很大的 可能有不少人在笑黑得漂亮 也可能有人很愤怒 认为我贬低了中医 其实我完全没有要嘲讽谁 我要表达的就是字面的意思 从常识就可以知道 人的精神力量对抗击病魔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许多时候只要医生说药效好 哪怕病人吃的完全不是药 病就好了 其实人类现在对感冒基本就是这样 感冒药都不是杀感冒病毒的 而是减轻症状的 由此可见 我们面临的选择并不是两种 西医和中医 而是三种 西医 中医和美医 许多人关注的只是中西医的差别 但无论哪个都比美医要强 就像口罩问题 专家可以在各种口罩中 分辨哪些适用于什么场合 但对普通人来说 不同的口罩之间没有多大区别 有没有口罩才是本质区别 在目前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 如果政府对民众说无药可用 难道更加客取吗 基于这些考虑就会注意到 中药的成本低 易于覆盖 这些都是优点 所以像河南这样财力不宽裕的省份 从一开始就大范围使用了中医药 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尽快让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受到了关怀 这本身就是一大功德 有人可能会问你是说中小只是安慰剂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安慰机秀已经很好 再指质上如果还有确实的疗效 那当然更好了 对任何药物我都赞成去做准确的评估 只是要具体评价某种药物就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 所以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吧 我都不掺和了 以上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观点 参见我的朋友 风云学会会员陈金 在2017年的文章 如何看待中医经典古方放松临床实验要求 欢迎大家去看全文 从更大的视野看 各国都有许多人寻求正统现代医学之外的疗法 称为替代医学或者另类医学 中国科学名誉主席著名医学家韩启德院士 在2017年做过一个演讲 医学是什么 里面提到 在现在英国 另类医学也是需要注册的 不是现代医学 也不是传统医学 反正我能够接触病人 这叫另类医学 他注册的人比他全科医生还多 前几年美国做个统计 找另类医学看病的人 已经超过在诊所找全科医生的看病 所以既然老百姓总是有很强的对替代医学的需求 那么何不用中医满足这种需求呢 如果你不让他们用中医 他们也许就转去用其他国家的草药或者西洋参 或者各种所谓长寿村的食物 或者各种稀奇不怪的疗法 什么水之道胆 什么磁化水 什么酸碱体质 甚至连量子疗法都能搞出来 难道这样更好吗 在这样一番彻底现实主义的考虑后 我们又可以注意到 在所有的替代医学中 中医可能是最有道理的一种 例如近年来阴阳理论出现在了Nature Science 等世界顶地期刊的许多论文中 有一篇专业的宗述文章 《阴阳学说》一个风靡现代医学界的科学概念 欢迎大家去看 癌症治疗的一个新思路就是调节阴阳 及调节免疫系统 治愈了很多瀕临死亡的癌症患者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研究中医的只有儒家无法权的人吗 回答是否 例如德国就有许多中医研究机构 包括德国中医学会 德国经典针灸和传统中药协会 德国医生针灸协会 德国针灸与自然疗法协会 德国植物药业协会等等 德国占据了欧洲草药市场70%的份额 草药占德国药品市场的20%至30% 因此德国堪称中医强国 不止德国 在英国 意大利 法国 研究中医的机构也遍地都是 他们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的 药效动力学 药带动力学之类 研究最多的对象是 针灸和中药 这些例子说明 中医可以跟民族自豪感完全无关 有许多人单纯出于对智力含量的兴趣 去研究中医 下一个问题是中医是不是科学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韩启德的观点 中医不是科学 但不科学不说明它不正确不好 具体而言 中医缺少科学的微观基础 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但同时在不少时候它又是有疗效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 说明我们面前有大量的未知领域 有很多研究可以做 这是好事 韩启德还讲过自己做中医的故事 在农村的时候 妇女坐下来给你一个胳膊 什么也不说 我就知道 她和我把脉是不是怀孕了 中医的怀孕的脉是很好把的 我学了九个月掌握得非常好 滑脉就像钢珠子在手底下滑过去 又问她 你月经过去了多长时间 她说我已经有两个月了 恭喜你 你是神医 又如钟南山院士 她的成名作叫做 《慢性肢气管炎275例的中西医结核分行诊断和治疗》 这篇论文在1978年 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2013年 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个演讲 从非典到H7N9禽流感 中国呼吸疾病感染控制 其中介绍了中医关于麻性食肝银翘散的工作 国语 粤语 英语 无缝切换 十分有趣 然后她说 中医中药首先要突破中药 因为中医的理论我们是利用它的philosophy 因为很多用天然金木水火土来解释的人体 已经是古人的事 但是它的philosophy 人体的整体性是有它的道理 但是中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explore的 所以将来要突破中医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一定是在这方面 事实上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图优的贡献 就是基于古代医术的启发 加上自己的创造性思维 发现了治疗瘧疾的特效药清蒿素 我在2018年就此讲过三期视频 在其中的第三集还谈了不少我对中医的看法 欢迎大家去看 中医现代化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 是张庭栋用皮霜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这种病曾经是最致命的癌症之一 但经过张庭栋 王振义 黄世林 陈竹等人的研究 采用全反式维甲酸和皮霜综合治疗 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已经达到90%以上 功德无良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 钟南山主张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 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 这些例子说明 当代的医学家完全可以对中医持积极态度 实际上 中医能存在到今天 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 百年前 钟医这样应对细菌学的挑战 里面提到 近代以来 在西医强势文化冲击下 世界各地的传统民俗疗法 几乎都难逃被边缘化 甚或被废的命运 钟医非但成功避免了这一境遇 而且顺利进入国家医疗体制 在与西医的相互建议中 不断发展更新 成为活着的传统 由此可见 钟医作为一个引起很多辩论的绝交话题 远不止是今天 在一百多年前就是如此了 这个辩论居然坚持了这么久没有消失 说明钟医还是很活力的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更深入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医在所有的替代疗法中与众不同 我的朋友 著名的科普作家老河山下的小学生 在2019年写了一篇文章 《百年夙愿中西医之症》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医的基本思路是从微观入手 把人体参数化 标准化 把人细分成N个参数 并给每个参数设定范围 一次全面体检 大概能得到300个参数 如果再算上不常规的化验检查 凑出几千个参数也是轻轻松松 这些数是几百年逐物积累的 将来会越来越多 标准化使医学理论可以精确重复 广泛传播便于积累和发展 在产业上 标准化使医生可以在学校里批量生产 把不同参数对应的病症以及处方背下来 就算是一个医生了 小学生作为一个物理学博士 在自学里通后 居然都能讲述一大套 什么症状 对应什么肢脊肝管炎 开什么治疗方案 最重要的是 这种发展路径决定了 西医是先弱后强 十九世纪末 西医在理论方面可以说已经很高明了 但疗效还不如中医 因为那时西医基本没有什么药物可用 草药有一些 但远不如中医丰富 常用的化学药物只有一种 就是氯化压根 不管什么病都吃氯化压根 可想而知是什么效果了 那时医生能干的事很少 主要就是安慰 病人对医生也没多少期待 所以医患关系非常和谐 大家都对生死看得很开 生亦何患 死亦何苦 那像现在这样 进了医院就默认自己死不了 好像任何奇迹一生都能创造死 由此导致了无数的矛盾 但到了二十世纪 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 西医的疗效就突飞猛进了 在大部分领域远远超越了中医 青霉素黄岸等药物 X光CT等诊断手段 以及疫苗麻醉输血 外科手术等技术 让孕产妇死亡率 婴幼儿死亡率 人均寿命等指標 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 这些是非常伟大的成就 现代社会的根基 所以我有些医生朋友强调 现代医学跟古代医学的区别何在 主要是技术 现代医学远超古代的疗效 从哪里来 主要靠技术 相比之下 中医的基本思路是 从宏观入手 从观察到的现象中 寻找有价值的统计学特征 意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种做法可以称为统计学 或者维相学 这种发展路径决定了 中医是先强后弱 比如四大经典理论出作 《黄金内经》 《难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都是在将近2000年前出现的 这么早就达到这样的高度 令人惊叹 但这以后就将近2000年没有大突破 也令人吃惊 用流行语说 这叫出道即巅峰 韩启德在言言中说 跟西方国家相比 我们的传统医学要高明得多 但是到了民国突然的下跌 因为甚至于不准看中医 尽管没有静止住 但是人们越来越只相信现代医学 在诊断方面 望闻问切能达到上限显然不如日新月异的医疗设备 例如对于感冒发烧很容易看出来 要区分病毒性感冒和新军性感冒就难了许多 但信心点也可以做到 再要区分H1N1病毒感冒和H2N2病毒感冒 那就不是把麦能搞定的了 即使话头在世 也不可能靠望闻问切 把肿瘤的位置和大小精确到毫米 诊断不精确 导致中医无法保证疗效的稳定性 时好时差 西医则步步为营 一旦攻克膜上疾病 效果就是稳定的 可预期的 而且由于不精确 也导致中医更容易烂于虫术 更容易成为骗子的摇线术 中西医都经常指责对方耽误了病情 大家可以自信判断下 哪边耽误的更多 这样看来中医没有用处了 但没这么简单 正如清华大学医学院鲁白教授所说 医学目前仅处于初步了解人体的阶段 医学能彻底治好的病 其实少得可怜 具体而言 对于自线性疾病 及自己会好的病 如感冒 水痘 口腔溃疡 某些甲状腺炎 某些肠炎等等 只需要给免疫系统提供营养和水分就够了 无论中西医都只是免疫系统的啦啦队而已 对于急性病 如肺结核 瘧疾 祸乱 伤口感染等等 这是西医大战神威的场所 人类寿命大增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当然搞不定的急性病也还有很多 对于慢性病就几乎全是拉锯战 西医的治疗方案是哪个参数不对就调哪个参数 所以得了个治标不治本的帽子 而中医把免疫系统失灵描述为阴阳失衡 治病虚调阴阳 这个思路在哲学上层次更高 于是获得了治本的帽子 还有一块可以称为疑难杂症 身体明显不适 但所有参数都在正常范围 按照西医的定义你就是健康的 但如果去看中医 结论可能就是阴阳失衡之类 这个领域就完全是中医的地盘了 但由于非标准化 效果还是不稳定 庄子讲过一个故事 蜗牛的两只脚上有两个国家 石相遇 争地而战 浮尸数万 宏观来看 中西医的争执不就像这样吗 医生有一句经典的格言 有时治愈 经常缓解 总是安慰 用同样的去试 小学生给出了一个总结 中医偶尔治本 西医总治治标 免疫系统才是王道 对医学的未来 他也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类比 天气预报 早年间 天气预报的准确度 经常不如有经验的老农 但现在的天气预报 已经基本能满足大家的生活需求 许多关于天气的传统智慧 如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一层丘域一层粮也都能解释明白了 顺便说一句 2019年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之一 就是对天气预报算法做出基础贡献的增庆索院士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科技圆人 从千百年的尺度来看 医学会像天气预报一样标准化 最终中西医融合统一 共同成为未来的医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